48-45,这是凤凰队对阵破坏者队的半场比分 没想到凤凰队打得如此艰难 究其原因是大魔王周琪被裁判盯上了 黑哨让周琪无所适从,凤凰队下半场难了 比赛回顾第一节,比赛开始 周琪和维策尔中圈跳球凤凰队拿到第一攻球权 但是球出界失误 随后破坏者对二号球员隔扣周琪得手 破坏者率先上分 随后凤凰队开始发力 先是队长克利克三分球命中 紧接着45号球员也命中三分球 凤凰队瞬间打了破坏者队一个6-2 领先对手4分 接着盲福德命中中投止血 比分8-2 不过好景不长 破坏者队随后在外线 造成凤凰队队长克利克三分球犯规 比分8-7 凤凰队只领先1分 次回合周琪封盖成功 接着盲福德命中中投 不过反过来破坏者队再次教训了周琪 对手小打大打2-1得手 好在紧接着 周琪和盲福德完成内外连线 扣爆得手戴罪立功 而后凤凰队的队长克利克 又接连命中两个三分球 比分来到20-13 凤凰队领先7分 破坏者队叫暂停 暂停回来 周琪没在上场 他的位置则由皮诺顶替 第一攻破坏者对外线出手弹框而出 盲福德持球推 快攻在湖顶位置 面对维侧尔的防守 造三分球犯规战上 罚球线三罚两中 比分22-13 凤凰队领先9分 不过随后维侧尔连续三个回合 在内线单打皮诺得手 没有周琪的凤凰队内线 已经破坏者给洞穿了 这凸显的是 周琪之于凤凰队不容忽视的作用 好在凤凰队的盲福德和克利克 和拿4分继续帮助凤凰队稳定局面 第一节比赛结束 比分35-22 凤凰队领先破坏者队13分 该节周期出战4分钟 贡献2分 一助攻一盖帽 第二节领先13分的凤凰队派上纯替补阵容 但显然是太轻敌了 开局就被破坏者队造 犯规罚球和湖顶三分球 打了凤凰队一波5-0 随后凤凰队4号球员突破上篮打2 一得手还以颜色 不过凤凰队的替补阵容实在是太水 随着破坏者队5号球员单手格扣得手 比分来到38-29 凤凰队主教练米切尔坐不住了叫了暂停 暂停回来周期仍然没有被换上场 克利克则通过个人能力帮助凤凰队拿到2分 比分40-29 凤凰队领先11分 随后破坏者队叫暂停 暂停回来在第一节深杯两次犯规的周期 再次被换上场 但随后就又吃到了一次犯规 打了5分钟不到就深杯三次犯规 麻烦大了 因为10分钟一节的比赛 满5次犯规就要被罚下场 所以周期又被主教练米切尔无奈的换下场了